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会咳嗽 我看到的盗朗在水里游泳 这可能是制造的场景 从临界看 盗朗年纪轻的时候 好像六位年轻 轻的时候在水里游泳 在海南拉在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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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南拉在我就不游泳 难得下去也是 因为一下子就太冷了 太冷了就会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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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没下水 没下水 没下水的话 有水里引起的工程力量就消了 水里引起的工程力量就消了 应该如果那时候下水的话 下水的话是不是就有更大的工程 如果下水的话自己有更大的工程 为什么咳嗽呢 它提醒水拍到我的胸脯 拍到我的胸脯提醒那个水 如果水那时候拍到我的胸脯 那我两个人那时候就见到了 因为我每次有活动的时候 不下水游泳 不下水游泳的话 那就是水浪冲过来的 那是工程进去就没见到 这里什么 也就是我不渡场这个事了 也就是自然界里边的一个共同的规律 共同的一个规律 那我知道了 咳嗽是提醒我曾经游泳太少了 尤其是那个时候 对我们去海边上去 对公司游泳好几次 我只是那种路 在边上走走没下水 人家就下水了 都下水了我没下水 那时候我怕感冒 感冒来影响工作 所以我工艺没下水 然后出不了机会了 出不了机会了 说不定到了还在那边游泳 几次 几次都插起来过 几次都插起来过 好 那我知道了 知道了 原来是水浪拍到我胸脯的时候 咳嗽 难怪我前来的 要留下的 到关键时刻就咳嗽了 到关键时刻就咳嗽了 好像一锅子也呛在那边 即使我游泳 即使我游泳 游泳 我想起来 想起来有那么回事 好 好 知道了 再见